Map是一个地图组件 我们可以先在页面的视图文件里面去添加一个Map 地图有一个中心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可以使用Longitude 精度 还有Latitude 纬度的值来控制 先添加一个Longitude 设置一下地图的精度值 117.03.11013 再添加一个Latitude 设置一下这个位置的纬度 36.662447 这个位置是济南的黑五全 然后再去设置一下Map的宽度还有高度 在样式文件里面我们去设置一下Map的样式 Wheight设置成100VW Height设置成100VH Scale这个属性可以去设置这个地图的一个缩放的级别 它的这个值最小可以是5 最大可以是18 默认这个属性的值是16 在地图上面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些标记 这些标记要放在Markers里面 先在这个地图组件上面去添加一个Markers这样的属性 然后给它绑定一个数据 名字可以叫做Markers 在页面的初始数据里面我们再去添加这个Markers 它应该是一个数组 里面的项目就是在地图上面要添加的那些标记 可以先给这个Markers添加一个ID 然后再用一个Longitude 设置一下这个标记的精度 再用一个Latitude 设置一下标记的维度 标记还需要一个小图标 先添加一个Icon Path 它的值就是这个小图标的位置 这里呢我们需要先去下载一个小图标 在这个您好Icons的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小图标 叫Pin.png 把它保存在项目的Icons这个目录的下面 在这个标记上面 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个提示的文字 这个东西呢叫Callout 在刚才添加的这个Marker里面 添加一个Callout 它的值应该是一个对象 里面又要包含一些属性 先添加一个Content 它的值呢就是这个Callout里面的内容 输入一个黑虎圈 想让这个Callout 可以在正常的位置上面显示的话 我们需要呢再去设置一下 这个Marker用的小图标的宽度 还有高度 添加一个Width 我用的这个小图标的宽度是22 再添加一个Height 高度呢是40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的再去设计这个Callout 添加一个Font Size 它控制的是Callout里面的这个文字的大小 大小可以是14 Color可以设置这个文字的颜色 这里可以把它设置成黑色 再用一个Padding 设置的是这个Callout里面的内边距 大小可以是8 BG Color可以设置这个Callout的背景颜色 我们用一个白色 Bilder Radius是这个圆角的效果 大小可以是4 再添加一点阴影效果 用一个Box Shadow 4PX 8PX 16PX 0 阴影的颜色用RGBA来表示 颜色是黑色 不同明度是0.18 再到开发者工具的模拟器上面去预来一下我们设计的这个地图 留意的档 15PX 3PX 8PX 3PX 11PX